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活记这个节目当中 跟你一起见面 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我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里头的分享探讨 能够让你的属灵的生命得到帮助 首先我要谢谢给我来信的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 把你们从节目当中所领受的 所得着的告诉了我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头 我们继续的通过书信的来往 互相彼此的扶持建立吧 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思想一个新的主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又重要的题目 也就是圣灵的恩赐 这些恩赐都记载在圣经里头了 而且对教会永远是祈求就能够得着的 那可惜长久以来啊 大部分的信徒都没有理会和应用它 直到前几十年代吧 这些恩赐才几乎同时的被发掘出来了 于是就逐渐的为今天的基督教各教派所承认 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传道人和平信徒的生活以及侍奉 都因着他们的操练属灵的恩赐而再度的充满了活力 不断的受神的带领 那今天我想首先跟你来思想关于属灵恩赐的性质和目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 就列举了九种很特别的属灵恩赐 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圣经的第七节开始这么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教人的衣处 这人蒙圣灵吃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吃他智慧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吃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吃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放言 又叫一人能翻放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几亿分给个人的 好了我再把这九种恩赐跟你说一遍 第一 智慧的言语 第二 知识的言语 第三 信心 第四 医病的恩赐 第五 行义能 第六 做先知 第七 辨别诸灵 第八 说方言 第九 翻方言 那跟着我要指出关于这一切恩赐的四个重要的事实了 第一 他们都是恩赐 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能够赚来的 恩赐是神按照他的主权随意分给个人的 那然而人必须要用单纯的信心去接受才行 第二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用了个人这个词 个人 开始的时候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出 到了结束的时候他说了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由此可见 保罗要强调恩赐是给个人的 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 我个人深信 神的心意是希望所有的信徒都有份使用这些恩赐的 他不是只给某些宗派或者是一小部分属灵的人的 又或者是一些拥有特权的人的 他是分给个人的 第三 保罗用显明的显这个字 他主要的字眼呢 就是一个显字 用这个字来形容这些恩赐 这正是辨别诸灵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的方法了 显这个字指出一些是我们感官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但是圣灵是有位格的 他住在信徒的心里面是看不见的 那当然我们不能用感官直接的看见圣灵 可是透过这些恩赐 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自己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有恩赐的结果 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好像是我们亲自用感官去看见一样了 所以显现这个显字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了 每一个得着恩赐的人 都能够让别人用感官去看见 那第四 这些恩赐都是超然的 他们是神接着圣灵的彰显 所以是远超过人的能力 或者是教育所能够叫人们去达到的 我暂时重复跟你谈谈这四个事实啊 第一 这些恩赐不是靠努力或者是金钱去赚回来的 第二 每一个人都有份 第三 显是主要的字眼 他所产生的结果是我们可以用感官察觉得到的 第四 他们都是超然的 绝对不是我们用人的力量可以达到的 好了 为了使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的九种不同的恩赐 我就把它分成三组 每一组包括三种恩赐 第一组是启示的恩赐 里面有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和辩别诸灵 第二组是能力的恩赐 有信心 行义能 和医治的恩赐 第三组是有声的恩赐 就是必须要透过声音来表达的 有说方言 翻方言 和做先知的恩赐 那么神赐给我们这么许多的恩赐 目的是什么呢 我提出四个目的 第一 恩赐让神可以彰显他的主权 今天的基督教往往就把这个重要性给忽略了 那其实神是教会最高的领导者呀 他不想教会有任何的事是在人的引导底下进行的 而没有他的介入或者是管理 那透过属灵的恩赐 神就能显出他的主权来 成为全教会最高的首领 第二 恩赐的目的把我们提升到人的能力之上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在教会的生活和侍奉当中 属灵的彰显所占的比重应该是多少呢 使徒行传是圣经对初期教会历史最真实的记录了 我曾经一口气 把28章的使徒行传这些经文呢 全部都读完了 我是想企图找出 如果没有圣灵的彰显的话 这卷书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呢 如果我删去了书卷当中 一切有关圣灵的事情 那么这28章的使徒行传当中啊 就没有一章是完整的了 因此 我极之深信呢 新约时代的基督的信仰 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 是在自然层面以上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恩赐的第三个目的 他能够确定我们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四到八节那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好 我希望我们都一起来注意一下 保罗为哥林多信徒感谢神是什么呢 感谢是什么呢 那他是因为他为基督所做的见证 能够在信徒的心里头得到坚固 而献上感恩的 保罗怎么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呢 那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恩赐上 一无所缺 而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口才的恩赐了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有生的恩赐 还有知识的恩赐 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启示的恩赐 因此我们看见恩赐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加强或者说兼顾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的见证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说到信徒在恩赐上一无所缺 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之后 那跟着 那就说了 他必兼顾你们到底 他必兼顾你们到底 怎么说呢 可以这么说啊 保罗很清楚的知道 属灵恩赐的运行 会不断的在教会当中出现 直到主的再来那个日子 那这个不断的出现 就是说从教会的建立 一直到我们的主再来的日子 在这个整个的历史当中啊 都会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出现的 恩赐的第四个目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第四个目的就是 使信徒能够有能力去行善了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所说的 保罗在讲完一连串属灵恩赐之后 他就讲到了身体和身体上的肢体了 因为属灵恩赐是肢体能够表现 和谐其中的一个基要的因素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这样跟我们说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那这段经文呢 我希望你要加深对他的印象 我给你再念一遍 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这么说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或有诗歌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那因此 我们应该要明确的要知道 信徒得了恩赐之后 不是留着让自己得了什么益处 留给自己专用的 或者说自己用来听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呢 保罗说 乃是要彼此造就 把他们从神所领受的恩赐 和属灵的能力 贡献出来 使大家都能够得到益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来谈谈智慧的言语这方面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